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苏秦 经常便秘 认诊香丹青 本节目由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游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胖胖 当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饮食养生会的官方 微博微信 抖音之呼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分享给你了 节日长假 人们走亲房有 聚餐饮酒的机会增多 如果管不住嘴或不注意饮食卫生 节日病的数量就会大幅上升 腹胀腹泻成了常见的节日病 俗话说 病从口入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食品安全 健康饮食 安全用餐 膳食均衡对我们健康生活尤为重要 之所以过节嘛 我们一般就是放松心情啊 跟家人去共同享受这种欢乐时光 但是过节期间呢 由于我们确实的这种 胃肠道的负担的增加 我们会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它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呢 第一个症状呢 就是我们说的胜腹痛 经常有人来过节以后 胃痛是吗 对 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区域会觉得痛 那么痛呢可以是有节律的 也可以是不规律的这种疼痛 有的人呢可以是在餐后出现 有的人也可以是在饥饿的时候出现 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腐胀 这个我们好理解 吃了太好了 太多了 容易腐胀 那么还有呢就是早饱 什么叫早饱 对 早饱的概念呢 就是其实早饱啊跟我们说的 正常的这种餐后保障还不是一个概念 早饱呢是它进食之前它有饥饿感 但是没有吃多少东西它很快就饱了 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状态 我发现特别累的时候也容易这样 对 它这样呢摄取的食物的量就会减少 其实呢并没有饱 但是它的感觉是已经饱了 不是好事吗 肚子要少吃点 少吃减肥啊 对 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 对 还有一部分人的饱呢 我们平时说的叫做餐后保障 那么餐后保障呢它是指的 进食正常的餐以后出现的这种保障感 那么跟早饱呢还不是一个概念 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综合征 我们确实消化不良呢它是一组综合征 咱们前面说的大部分都是一些 胃肠道的一些主要的表现 那么它综合征呢就是还伴有一些 胃肠道之外的其他的系统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眠 会有一些焦虑啊 抑郁啊 这样的一些情绪因素在里面 有一些人还会有头疼 头晕 就这样的一组表现 消化不良是不是也分为 功能性的和气质性的 有这样的分类吗 对对对 胖毛还是挺懂的 确实我们有功能性的和气质性的 功能性的呢 目前呢我们把它 统称为功能性胃肠病 那么消化不良呢是其中之一的一种病 气质性的呢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 它是大多数激发于我们 气质性疾病的一种表现 那么功能性胃肠病呢 目前患病人群还是挺多的 它消化不良以外还有好几种 我们的功能性的胃肠病 在后面呢我们可以再聊一些 其他的功能性胃肠病 那应该我们这个节假日 综合症应该都属于功能性的吧 对 大部分的节日性的 消化不良是属于我们的功能性的 自己做的 其实别人没事 是吧 对 确实是因为一些节律的紊乱 造成的一些调节不当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这个消化不良不是大病 顶多就是有点烧心 有点胃疼 呕吐恶心一下 其实我人人也就过去了 有时候胃疼啊什么的时候 有点反酸 烧心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医院看过胃 就自己准备一点家常的胃药 吃了 好了 确实我们在家通过自己的一些 包括生活习惯的改变 饮食结构的调整 包括一些小的辅助用药的给予 应该是能有很大一定程度的帮助的 但这个消化不良 是不是也会有危害啊 对 其实严格地说 消化不良本身它并不会 直接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 但是因为消化不良的 长期的存在 不能够很好的纠正 我们就会因为消化不良 对于胃肠道的一些功能 包括一些粘膜造成损害 那么因为损害因素的加重 我们就会像一个导火索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推倒了第一张以后 后面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 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比如说我们因为长期的消化不良 我们胃肠道的负担会增加 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病人出现腹泻 再有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病人出现便秘 因为老年人说及时了 我们的食物通过慢了 我们的一些食物在胃肠道中的水分被吸收了 就会出现一些便秘 还有苦痛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因为食物的一些不当的一些刺激 造成的一些胃肠的一些炎症 最后一个挺可怕的 我们也不愿意念这两个字 再强调一下 并不是消化不良会直接导致我们的 胃部的一些恶性肿瘤 但是因为消化不良 它对于全身长期持续的一些综合的影响因素 会造成我们胃部恶性肿瘤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诱发的因素 因为像胃部的这些肿瘤 它本身病因并不是十分的明确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来自于 多种渠道的一些刺激因素 最后整合成了这样的一种疾病 所以我们必须管理好每一个造成危害的因素 这样的才能够进行综合的管理 所以提示大家 如果出现消化不良的 它可能是胃部的某一种疾病的一种表现 不能忽视 我想这个胃病 它第一反应就是反酸 像这个很多民间 我又说一些民间的疗方 比如说他要觉得反酸 就喝点什么苏打水之类的 这个是有效能吗 自己在家姐姐 我们在反酸的治疗上 其中有一类药 我们叫做抗酸剂 确实这一类抗酸剂 它含有这种铝的成分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碱性成分 跟我们说的这种碱酸饮料 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但是碱酸饮料 第一相对来说 它饮料 很多人喝这种带气的这种饮料 它比较凉 再有就是它的成分 毕竟是食品 它没有不像药品一样的 这种剂量 是我们所能够起到治疗作用的 但是从生活保健 或者是从我们的日常的这种 自我的这种心理暗示的角度讲 可能还是些许有一定的作用 真的是这个消化不良 真的是大家千万别大 以一个自身胃病患者的生活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 这个胃伤到一次 它其实很多年都恢复不过了 对 是这样的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肠胃还激动呢 它又没有脑子 它又没有神经 它还会思考吗 难道 对啊 因为我们正常的胃和肠的运动 它是要靠一些植物神经去调节的 那么肠胰肌综合症呢 它就是指的我们的胃肠道 受到了一些刺激因素以后 造成胃肠道的运动调节功能 出现了异常 特别常见的表现的是这种 运动过快 过速 也就是一击惹的这种状态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也可能会表现为一些便秘的 这样的一些表现 特别特别相关的 就是我们神经精神情绪的 一些影响因素 那您给我们分分类呗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肠胰肌综合症呢 我们通常把它分为三类型 最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这上面 写在第二个的 我们叫做腹泻型 是我们最常见的 对 最常见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便秘型 有人腹泻 有人便秘 好像是走两个极端 还有人更麻烦就是混合型 就是它一段时间这样 一段时间那样 那么在这三个型之间呢 确实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你知道胖胖 我曾经在工作当中 真的有一个读者 来跟我咨询 是一小伙子 然后他一相亲就挠肚子 就是他特别喜欢的姑娘 跟人家约会你知道吗 本来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姑娘很漂亮 结果一坐下 不行 我得上趟厕所 然后回来了 然后又坐下 不行 我又得上趟厕所 你说这事太尴尬了 人家就觉得这人身体不好 算了 我走了 是的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 其实应该就是精神情绪 造成的一些影响 就是他非常的紧张 我们平时会遇到一些病人 比如说在考试之前 对 或者是有一些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 参加运动会 我有体会 站在起跑线之前的时候 或者是在起跑线之后 第二组在等待准备的时候 就总是想去上厕所 就每临大事先接手 对对对 这其实是长一期综合征 一些的 对 它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经常在听到 病人在这方面描述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底 但是如果我要是去了医院的话 我要经过哪些检查 才能够确诊呢 我们经常首先从询问 病史的过程中 我们会了解病人的 病史的时间长度 持续了多长时间 如果短期内突然出现 一些排便习惯的改变 我们还要建议病人 就务必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经常的检查的项目呢 首先我们有一些常规 比如大便的检查 是我们正常要进行的 便常规的检测 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会做一些血 一些血样的一些分析 一些血细胞的一些检查 或者生化的检查 那么再有针对性到 肠道的呢 我们一般会推荐病人 去做一些胃肠道的造影 或者是最好的就是 我们做一下结肠镜的检查 这个会在肠子的改变上 有体现吗 体现呢倒应该是没有 因为我们这是功能性疾病 我们主要是为了要 鉴别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 气质性疾病 首先排除另外一个可能 对 做一下区分 我觉得它其实都是 功能性的肠胃病 应该很相似吧 对 对 对 功能性消化不良 和肠益基综合症 是我们功能性 胃肠病中的两个 而且是在人群中 特别多见的两个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们今天提到的 肠益基呢 它在我们的工作中 发现更多的是 以肤泻为主的 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呢 我们见到的 平时更多的 应该是以上胃肠为主的 也就是说这种早饱 爱气 腹胀 或者有这种上腹痛 这样为主的 它的侧重点呢 和表现的方向呢 不是特别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肠益基综合症啊 都是自己做的 其实跟我们的器官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吧 但是大家也要小心 就是我们为什么在 临床一定要给病人 去进行筛查呢 我们就是要除外一些 确实是气质性疾病 造成的一些腹泻 我们平时工作中 还会遇到腹泻 特别主要表现的病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 溃疡性结肠炎 比如说我们的 急性胃肠炎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结肠的一些结合 吸肉 包括结肠的肿瘤 都会表现为腹泻 是主要的表现 那么必须要和这些疾病 间别开 它的治疗的方向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我听到现在 我就觉得 这个肠益基综合症 应该是没药可治 不能绝对说没药可治 还是有很多的去办法 去帮助我们去改善的 比如说我们精神情绪的调整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安抚情绪 对 做心时间一定要有规律 因为为什么这部分人群的 主要集中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中青年呢 中青年人 他的生活节奏快 压力大 这是我们共识的 那么进入到退休 老年以后 我们节奏整体放缓了 养生的观念越来越强了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所以这一类人群 他必须主动地去意识到 自己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 去调整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会临床上提供一些帮助 针对他的症状 比如说有腹泻 我们可以加肠道益生菌 有便秘的时候 我们可以针对性地 用一些调节肠道的 一些运动的一些药物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推荐这样的病人 去进行一些 适当的这种体育活动和运动 目的就是让他舒缓 这样的一些精神的压力 包括我们的生活行为 都要改变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治这个本 治标 对 对 治标 治本 我们要同时做 而且像经常我们的这种疏导 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跟生活习惯 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对 特别是临床上的 我们还要提醒病人 我们做检查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发现 有一些病人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 务必要小心 其实在临床上 我们把它称为 一些报警症状 所以出现一些 报警症状的时候 要务必要关注 一些恶性疾病的出现 这样 就是当我们出现腹泻 同时又出现 这些症状的时候 自己务必要小心 到了医院以后 我们医生也会 特别地关注的 比如说我们同时 有体重的下降 当然我们可能会说 老腹泻 是不是必定 会有体重下降呢 那么完全不是 划等号的 有一些人腹泻呢 我们经常问病人 他没有体重下降 出现体重下降呢 意味到我们会出现了一些 相关的 受累的一些器官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腹泻特点 不同于以往了 我们大便会带血了 而且呢 会出现了一些 因为长期的湿血 造成的贫血 还会有人呢 出现了一些低热 最后呢 就是当你年龄 超过50岁的时候 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务必要小心 一定要去医院 及时地就诊 这可能就是一些 气质性的病变了 对对对 就不要简单地 就理解成我 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腹泻 所以很多朋友 你知道他吃饭的时候 他都把这个 吃了什么都记下来 对对对 这其实也挺关键的 对对对 他们叫饮食日记也好 或者叫食物日记也好 也很重要的 对医生帮你判断疾病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就应该 怎么调整 对啊 怎么调整 第一呢就是 我们要尽快地 从假日的这种 休闲的方式中呢 脱离出来 对对对 是的 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 在假期中呢 我们前一段时间呢 要尽量地放松 后一段时间呢 就要去尽快地 适应我们的工作节奏 生活行为的改变 是很重要的 再有呢 就是我们的饮食种类 假期中我们吃大鱼大肉 聚餐比较多 吃辛辣的饮酒比较多 我们尽快地要恢复到 正常的饮食的这种结构上 不要总是过多地 集中在这样的肉食啊 或者是比较辣的食物啊 或者是饮酒 那么还有呢 就是要适当地运动了 截日期间 我们都知道愿意睡懒觉 对 晚上再熬点夜 平时正常的运动会少 那么我们就要正常地 恢复我们的一些运动 包括我们的走路 可以帮 包括我们的有一些 正常的一些健身的活动 都要恢复了 那如果还恢复不了 确实是 依靠药物才能帮忙的时候 要听医生的建议 这个还可以吃一些药物 对 因为有一些人的腹泻非常痛苦 它影响到生活质量了 它总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上厕所的这种 一些冲动或者想法 所以干扰了正常的工作 那么我们就会使用一些药物 比如说我们也会用一些 减缓胃肠运动的药物 或者用一些 一生菌类的药物 或者针对它的不同的一些症状 比如调节情绪的药物 再有呢 很多人有失眠 非常严重的失眠 我们也会帮助它改善睡眠的 这样的药物 去综合地帮助它去进行IBS的管理 比如说 我知道 我做挺好的 我知道明后天就要上妈了 我提前两天 我就对自己的情绪也好 饮食也好 都进行管理 它管理之后它还是这样 我该怎么办呢 管理以后还是这样 确实不见好呢 就是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叫做触发因素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一个感冒以后 会造成很多很多严重的一些问题一样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表现 它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它往往就像按下了一个 某一种病的启动键一样 叫做诱发因素 按下了这个启动键以后 这个病开始真正地去表现了 而且据我了解 长期腹泻闹肚子 有可能是肠道肿瘤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说的结肠癌 它其中有一个表现 就是腹泻 有的人会表现为便秘 因为肿瘤如果像腔内生长的时候 占据了我们肠腔的位置 就会出现排便通过的异常 会出现便秘 会出现肠羹组 而且会出现这种血便 大家都要小心 所以最后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如果是肠疫机综合症的患者 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总结几条 第一就是我们务必要注意 我们的生活节奏的调整 饮食的规律 情绪的管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它叫做基础预防的这一类 除此以外 如果我们经过基础预防 调解不好的话 我们会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那么医生会根据您的主要表现 会为您选择对症治疗的一些药物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经常编密 认诊香丹青 本节目由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那聊到现在 我们要赶紧进入我们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环节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饮食养生会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我是谢天静 今天咱们来吃什么呢 看我这面前啊 这里有虫草花 青笋丝 还有枸杞 咱们今天要做的是一道虫草花青笋 这是一道素菜 但是非常滋补 而且颜色 你看这个金黄色 红色和绿色 搭配得也很巧妙 那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奔主题 开火热锅 在锅中倒入国民用油 进入于一比一比一 在锅中油热到六成的时候 下入一点葱姜蒜呛锅 随后下入虫草花 这个虫草花呢 其实它是一种菌类 一种菌丝 好 虫草花炒到柔软之后呢 咱们下入青笋丝 这个时候呢 注意这个一定要快啊 火候要快 因为这道菜如果火候小了 慢慢炒的话 就会把青笋炒出水 好 下入枸杞 咱们这个枸杞你看啊 特别的饱满 特别红 很漂亮 而且呢吃起来甜甜的 那这样的枸杞呢 不管是像炒菜 还是炖汤泡茶 都是非常滋补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 饮食养生会的微信公众号里面 找到金楚商城 就可以下单了 那么加入一勺盐 一勺糖提鲜 小半勺胡椒 增加一下味道的层次 好 快速翻炒 好 快速翻炒几下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成盘 可口又美味的素菜 虫草花青笋 颜色搭配呢又非常好看 色香味俱全 就这么做好了 怎么样 你在家也赶紧试一试吧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 那就到这儿了 下期再见 拜拜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本节目由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当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 抖音知乎 就有更多的养生干货 分享给你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